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么我们看大盘今天是属于防守盘 昨天美股反弹 台股顺势反弹上去 但是这个涨幅是收敛的 盘中才曾经一度打到平盘附近 这高低点的大概差八十几点 OTC呢 OTC事实上是一度翻黑 到了尾盘是翻黑的 所以我想大盘现在进入到一个整理期 当然重点在于台积电在今天 它等于说是也没有除息也没有填息 参考价就210块钱 但是台积电的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会造成什么效益 第一个会不会造成比价效益 也就是基欧股相对低基期的可能会有机会 你看最近台积电上上下下 昨天台积电大连今天又上来 手足就下来 可是你看连电是不是大涨 连电大涨 所以这个资金来讲的话 有没有一个所谓比价的效益在里面 或是从高基期的转到低基期的股票 那你要注意 不是只有电子股会涨 最近传产甚至非金 应该这样讲 传产或是非金电族群的资金的一个挪动 电子跟传产以及电子 甚至包含他金融 赵峰金今天你看看没有 无独有偶 国泰金也是涨的 连外资在之前一直卖富邦金 也是大涨的 所以指数来讲 我觉得他要大幅度修正 我想大幅度修正可能性来讲 不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高 真正要注意的事情在什么地方 在于资金的移转 在资金的移转 我觉得其实按照过去大盘 按照过去大盘 逢缺必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吗 过去这个缺口都有补 不管是多方缺口 不管是空方缺口 空方缺口都有补 那么有没有可能去补这个多方缺口 我说也有可能 那补完之后 有没有可能这个空方缺口被补掉 我说机会是蛮大的 但重点是在上冲下洗的时候 他的资金在轮动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能够把握 高级期跟低级期 在一个轮动 另外就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的问题有很多 比如说 有些股票它被分盘交易 五分钟一盘 甚至到二十分钟一盘 二十分钟才戳回一次 那么绝对是造成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基欧股来讲 我想基欧股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重点在什么地方 有些股票后市怎么看 请你看这个环球金 有人问我 环球金后市怎么看 那回到我们跟各位讲的 你去思索环球金这档股票 是不是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说 细经元会涨价 但是股价的高与低 有没有人比 散户还要早知道 绝对有 那六四八八环球金后市怎么看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就好 那在这里大家怎么看 大家看不会涨 那在这里怎么看 大家看爱西经元大好 那这里看大家不会涨 结果西经元涨价 春江水暖鸭先知 公司一定先知道 那么从这里涨到这里来 你觉得公司会笨到 或是公司相关的 会笨到这边再买吗 他这边会不会买 我坦白来讲 人没有不贪心 人没有不自私的 我们不敢讲 有没有内线或不内线的问题 我是老板 我的业绩好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告诉我朋友 我们那个产业不错 产业不错 这跟内线没有关系 细经元的报价都查得到 我是老板 我会不会跟我朋友讲 跟我同学讲 我们公司最近这个领域 细经元领域 报价一直在涨 未来趋势看好 你还不要加减买一点 我们的股票 反正你也没有损失 都不涨 只有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也没有涨 你买最多是横盘整理而已 没什么损失嘛 对不对 这个都没有涨到嘛 那你说我会不会 我是老板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对不对 只要跟内线交易 没有扯上关系就可以了 我说我公司业绩好 那知道的人这里买 那你觉得这边呢 那大家都知道 报纸都看了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 后市该怎么看 你觉得后市该怎么看 各位自己想一想 很简单嘛 你看这个融资 这个地方摊平 融资摊平股价下跌 基本上这就是不对的操作 这也不用再讲了 重点在于 接下来后市怎么看 对于这种极其很高的股票 后市怎么看 还有啊 4739 我知道最近有人开始在喊这档股票 但问题是 他从这里到这里来了 现在位阶在这里 你说高不高低不低 这个我不敢讲到底是高还是低 但是如果从这边对照起来 这边如果是低的话 那这边是高还是低 那这边如果是高的话 那这边是高还是低 如果这边算低的话 那这边叫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后市怎么看 4739 康普后市怎么看 我想未来一定会有人来问我这档股票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 这档股票 我们现在也没有做多 也没有去做空 我只是说把今天这个量 有点异常的股票 走势有点异常股票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是没有这档股票 我也没有去放空它 我也没有去买多它 就跟环球晶一样 我跟你讲 后市怎么看 我也没有环球晶 今天大盘涨的他还在跌 为什么相对弱势 6456 我今天跟各位讲 这都是 都是今天有出现下压的星星 那你看6456 这边是高还是低 我说相对位置 你跟这边比起来是高还是低 大家都在讲好了 我当时知道大家都在讲好 我当初在做台胜科的时候 32块钱 去年10月31号 30块钱涨到100 39块钱 看见没有 我当时讲台胜科在这里 这一根红K 这第一根红K 我说你听我的 这个底部进涨 对你来讲 你一点都不吃亏 你最多股票买了不涨 小赔一点点手续费 怎么样 因为你停利停损好设 可是你涨 涨了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要赚 你这里买 你这边买 这边卖也赚 这边卖也赚 这边卖大赚 对不对 你就算这个地方卖你都还是大赚了 那我先问各位 我这里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这里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股票为什么下来 还是这个问题 高低基期的问题 对不对 还是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就像是一些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因为这个比较头痛 因为大盘其实 大盘看似有量的 可是个股有时候因为有限制交易 或处置股票 所以处置股票就是分盘 五分钟一盘 或二十分钟一盘 对不对 这个股票 我听人家讲很多次了 好多人在讲 那似是而非的 基本面或利多 那个我觉得 自己要去查证了 我今天讲这个股票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基本面有什么疑虑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坦白讲 我说我们人眼旁观在看 你股票 这张这样涨上去 蹦蹦蹦这样上去 而且 这张股票 要不要涨停 要不要跌停 股价好好的 为什么出现那么大的波动 对不对 为什么 第一个 他没有信用交易 所以呢 亲爱观众朋友 我跟你讲 很多人用隔日冲的 我不骗你 这边 给你去买 锁掌停板 没有关系 隔天出掉 隔日冲 这边买隔天 赚一点出掉 打下来再接 接完之后 隔天上去又出掉 对不对 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做 你前面你不敢买 你怀疑 那这里你买不到 一般散物朋友买不到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 你跳空掌停板 你就在买 你也买不多 你也买不到 那你买不到 等到买到这边 等到买到这里 这天你可以买到 有出料 昨天 对不对 拉上去很棒 对不对 甚至不排除 跟各位讲 还有很多隔日冲的 昨天又去锁 因为他掌停板 因为他没有信用交易 买了之后 对不对 隔天有高的时候再出掉 这是隔日冲 那我说流动性问题在哪里 结果昨天被主管机关 因为震荡太过剧烈 股价的波动太过剧烈 于是把它直接悍然交付 处置股票 20分钟一盘 今天开盘直接跌停板 13块7毛 一架锁死到底 连昨天 如果有人去锁 他掌停板 你今天连卖都卖不出去 你只能怎么样 认赔 你看能卖多少 而且20分钟一盘 9点一盘 接下来9点20 9点40 这是真的是问题之所在 我跟各位讲 这个才是真正大问题 流动性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应该不会有这档股票 可能有我也不知道 那基本上来讲 我是看到出现流动性的问题 20分钟一盘 对不对 昨天你去锁 掌停板的 你今天你跑都跑不掉 大户都跑不掉 更何况是散户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真正要去关心的是 你手中的股票 第一个 他是位阶高还是低 第二个 他会不会出现了 买买不到 要卖卖不掉的问题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就跟各位讲 有的时候做股票 你先去买 汉讯 对不对 工掌停板 两天两根 三天三根 昨天大盘跌了120点 礼拜三大盘跌了120点 汉讯这档股票 只有一家掌停板 他叫独家掌停 上市上规加起来 1600档股票 汉讯独家掌停 只有他掌停 第三支掌停板 连三天强攻掌停板 今天债攻掌停板 那汉讯我跟各位讲 这个问题来了 我为什么给你提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你像瑞利 突然就20分钟一盘 直接打到跌停板 这盘后公布的 所以你昨天去追的 你昨天出大量去追的 你今天根本卖不掉 你要卖最多是卖跌停而已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买的时候买不到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了 那这汉讯6150 我现在跟各位讲 他今天被列入 注意股票变颜色 变得红色了 我现在跟各位讲 他列注意股票 列为注意股票 不要随便追高 有震荡整理 有压回 有好的买点 有安心的买点 我会再带你买 没有关系 不要急 因为我能够找到汉讯来帮你 帮你怎么样 我说汉讯四天四肢掌停板 你看看 我能够找到这个来帮你 我讲 转机股赚得快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讲这个讲了很久了 我说大宇之 来你手中有一档 你手中有的 我找一档来帮你 我们讲大宇之 来一样 这个问题越来越大 为什么 他本来处置五分钟一盘 到今天最后一天 结果昨天收完盘之后 因为跌幅过大 因为股价波动太过剧烈 他就直接从五分钟 变成二十分钟一盘 你看 变得跟瑞利一样 一五 一五一二瑞利一样 二十分钟一盘 那瑞利是直接的打跌停板 大宇之 开盘你还可以跑 一点点 不跑锁到底 二十分钟一盘 流动性问题 对不对 他这个要一锁 要锁到七月多 要直接锁到七月多 二十分钟一盘 这流动性是大大出现了一个怎么样 一个限制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 不管是大与之浪 我想观众朋友很多人有 因为很多人问我 很多人问我 我有时候只是想 操作纪律很重要 基本面跟股价先后高 这个高低位阶 你要分得清楚 就像瑞利一样 对不对 那我讲大与之 我不敢说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我说你有大与之 我找一段来帮你 我是不是这样讲 我是不是跟各位这样讲 那不是汉迅就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连续四根掌停板 但我还没讲完 对不起 我还没讲完 我还没讲完 我现在跟各位讲了 这连续四天掌停板 列注意股票 不要再追了 因为说不定 我不晓得 说不定明天 他会被分盘交易 说不定 那要等盘后 看主管机关怎么样 但是你要记得一点 你的风险必须要考量 所以为什么一个分析 分析师 你在分析个股票的时候 你同时要分析 你所面临的利润 跟风险 很多分析师 根本不管风险的 他们根本不管风险的 分盘交易就分盘交易 跌得死去回来 他就跟你讲说 我基本面好 我基本面好 都已经断头了 还基本面好 有什么用呢 我讲再多 二十分钟一拍 这个流动性问题 这有什么好讲 你还在解释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汉逊 被分盘交易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因为毕竟我们的成本 已经是四根掌停板之外了 所以我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都能够帮到你 我都能够帮到你 你看汉逊跟大椅子 叫你这段跌下来 你说你就算 他报到今天跌好 你这四根掌停板 四十% 你能不能够稍微补下大椅子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位阶的关系 位阶的关系 现在重点在于什么 我说像这个股票量先价行 你注意到 其实外资在这个地方 前面是大买的 大买的 他在这个地方都大买 我们对上来给各位看 对上来看 这边是大买 有没有看见 这辆大买 这都大买 这辆也有大买 这辆事实上 这整个区块都是大买 从这里 一路买到这里来 都是大买 这个区块 所以各位自己看 这个区块里面 外资都是大买的 那今天这一根量突破 等于说 他把这个惯性整理区间怎么样 用一个跳空的方式 带亮长红 今天量先价行出来 这很可爱 没有大涨的股票 像这种股票 坦白来讲 我坦白来讲 对各位来讲 没有损失 你说就算他不涨 外资的成本在这里 短线上买 你也不用担心 对不对 停力停损好车 这个区间 有一个停力停损的空间 所以你买到像瑞利 这种出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被分盘交易 股票涨那么多的 这个股票 大于是跌成这个样子 这个股票基本上来讲 都已经形成了什么样 流动性的问题了 对不对 为什么 那这股票呢 如果我是各位 如果我是各位 这档股票 我愿意 我会怎么样 去试一试 你也不用多 一百万的资金 来试试看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讲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汉逊四根掌停板之后 我建议大家 有一档股票 我带你来转运 你资金OK的 其实也不用让你买太多 一百万 你可以来试试看这档股票 从这档股票来转运 好不好 那跌的股票 慢慢我们再来处理 无所谓 那这个股票 汉逊四根掌停板 我刚讲过了 我带你转运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愿意怎么样 权力重压 我们先进广告 大家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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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其实有些股票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先行去卡位 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重点 在于什么 其实像现在现阶段 比价效益 以及资金会转进到部分传产 为什么 极其相对低 你要注意一下 极其相对低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像什么 像东龙新 我讲 营收回温 当时我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想Q1毛利创近年新高 它慢慢涨 它慢慢涨 逼近三位数 有没有 那我讲你大涨三天 散户不请自来 短线不要追了 我是不是跟各位这样讲过 我说你不要追他了 那昨天是不是下来 对不对 所以东龙新 这个今天再做压回修正 你就可以去找好买点了 对不对 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 那你向他修正 向他修正下来这样 我觉得很好 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 这就我跟各位谈的 这个重点 那你看 我说统新 你接下来怎么看 我当时跟各位讲 那你说东龙新跟统新 你自己对照一下就好 对不对 短线上自己对照一下 这都跟各位谈了 重点为什么 极其的高与低 仿制库里面像这个如虹 有没有 一支独秀 那你注意看 其实他营运是逐渐回温的 外资事实上是开始买超的 你对照一下东龙新好了 他位阶高还是低 大盘上到一万零五百点 回档修正 因为怎么样 技术性的一个拉回 那你看东龙新 从一百多块钱 这个地方一路一路跌 跌下跌到这里来 有没有 这极其高还是低 各位自己看 这不需要再多说了 1476如虹 对不对 这个高点 近期高点在这里 现在股价在这里 所以这个 因为今年开始 到第三季开始慢慢 它的营运开始回温 那营运开始回温的情况下 股价搭配低基期 我觉得你就可以留意 三百多块股票 你资金有五千万 你都可以做 不要说五千万 你有五亿都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如虹这个股票来讲 像纺织股 代表是一个低基期的一个布局 营运足迹回温 那么另外像逸峰也是一样 外资开始转卖为买 随时会过高 846是逸峰 今天手最高 你不要看这样子 打打起来 有没有 1比1等距 会不会过 会不会上去 你自己看吧 这1比1等距 1比1吗 会不会 那你就算1比1好了 在这里 那你觉得股价呢 还没有过啊 还在相对低档区啊 营收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啊 对不对 这个例行也是一样啊 长线低档短线强势 这我都讲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担心 那么另外注意一个族群 光迁光迁 光迁 那光迁族群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8048得胜 这档股票 一样跟你讲过 低档低机器了 他现在还洗两块钱 你算算看 你两块去除以他今天收盘多少 8048 你两块除以28块1 你算算看 殖利率多少 股价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有没有看见 是高还是低 是高还是低 所以一切都跟各位讲 你要宏观的角度去看 看事情 比较能够领先啊 对不对 这个宏志也是一样 低档低机器啊 我跟各位讲 底部整理一年大底完成啊 特定券商目前持续买进了 时间的关系 我想很多事情啊 你看 不如跟着做 判讯 对不对 一根 两根 三天三根 独家涨停 上市贵只有他涨停 今天第四天 对不对 六月注意股票了 有没有 最强的是谁 就是汉迅嘛 你说你大一支套住了 这个汉迅能不能补给你 所以我想 现在大家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 想把改变自己 用口语讲 登起 汉迅四根涨停板了 来 这档股票 你如果手中有大与支的 你如果手中 有这个 这个 锐利的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你有这两档股票的 来 不要担心 这档股票我带你转运 其他我们再说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让我们明天一起怎么样 转 涨 停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